好 我們看今天日報 特別觀察外資變新了 當然過完年之後 今晚會主委證明中 忽然過年可能他 我們看到台灣的威力產沒牽中 2000塊的紅包也沒拿到 所以變了新 他先從萬點健康論 變成小新美元出逃 他的預言馬上成真 台幣股市昨天大賣 外資賣超過百億 今天也超過80億元 我們注意到 因為台幣在目前 相對仍然是強勢的 可是我們之前提供 我們注意到 因為台灣的外匯存體 有超過七成 是外國人對台灣的股票投資 所以基本上一旦外資要撤手 台灣的外匯存體 夠不夠短時間應付 是另外一個問題 另外要撐住會價 就要犧牲本國的利率 跟公共市場操作 所以你貶得越慢 基本上央商就要買更多台幣 那跟誰買 跟市場買 所以會形成另外一個貨幣緊縮 這官方沒有這種想法 說外資會有快翻臉 我要請教一下 俊敏做觀察 因為我們從整個外資的操作 這兩天就真的是翻臉 說翻臉就翻臉 尤其是我們看到 目前幾個像摩台散戶的反指標 什麼時候不多 現在快要翻多 最近幾年融資增加 融資一年不增加 偏偏在外資大賣的時候 開始增加 我們怎麼觀察 這個金管貴的主委曾明忠 確實是滿厲害的 他這個方向大致都不太會錯 事實上從這個 選總統 選總統 對 我們想推他選總統 我們每次都選法律系的不太好 基本上來講 其實不只是台北股市有一些變化 其實從全球市場的資金的移動 其實也出現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來觀察一下 這個是各個區域的資金的一個變動 最上面的話是美國 股票型的基金 第二盤是以開發歐洲的股票基金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是去年 去年美國的流入 遠比歐洲流入來得多很多 可是你看今年 今年美國是流出的 歐洲反而是流入 感覺上有點抄底的感覺 另外我們看一下亞太的部分 亞太不含日本的基金 大概是比較偏向一些新興市場 其實從去年就流出 今年也是流出 但是如果說我們看一下 台灣 韓國 印尼跟印度的部分來看 其實從去年到今年都是流入 但是這是上週以前 都不包括這兩天 你既然在這地方都是流入的話 代表是什麼 因為我們整個新興市場是流出 代表是其他地方流出更多 錢是跑到台灣來 另外你看台灣到上週尾 其實我們之前做的資料 其實外資是真的在過去一個月 或今年以來 最喜歡的全世界是台灣市場 所以這個 曾也外資 拜也外資 基本上來講 買台灣其實有幾個 你想想第一個 台灣的經濟成長率有沒有比別人高 沒有 那就很像日本 日本在有些金融風暴發生的時候 其實日元反而會升值 因為錢從外面去幹桿以後 跑回日本去了 因為日本很多錢是資本 這個資本是往外投資 所以一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跑回去 所以日元反而會升值 台幣最近其實並不 這個升值 台幣的升值會不會跟日本 升值有點像 我們不知道 這個要持續觀察 另外如果說以最近的波動來看 其實外資的這個減碼的動作 當然也關係到整個基本面 我舉例來講 假設美國真的是升值好了 升利息你會不會去 假設我們是一般的投資大眾的話 你會不會去買房子 你說升值的話 這個對房子比較不利 但是如果說你認為房子會漲的話 我還是會去買 所以升值不代表說 你一定會把資金 這個不借錢去投資 所以為什麼外資會去移動 代表說其實外面已經無利可圖了 我寧可回去 如果說我們以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看一下這是各個地區 MSEI的新市場指數 還有包括S&P500 跟歐洲的MSEI的指數來看的話 他指的是去年新市場的 獲利的情況 這條藍色的線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MSEI的新市場 其實它獲利 它是用本益比的 這個EPS的角度來看 其實從去年開始 就大幅的一個下降 歐洲這個地方其實本來就不高 美國的部分是一路往上攀 最近開始往下掉 這是其中一個變化 那幾個主要的新興市場來看的話 藍色的部分代表是亞洲 亞洲新興市場 亞洲新興市場 其實過去這幾年 從09年衰退以後 就開始往上爬 大概這段時間是維持平穩 但是歐洲的部分 就新興歐洲 跟新興拉丁美洲 其實衰得非常重 尤其它的高點 你可以注意一下 其實高點大概都是2008年 沒過 2008年沒過 那接下來2011年 就是這個歐債風暴 這個對於新興歐洲 還有這個拉丁美洲 其實殺傷力非常強 所以這個大家好像覺得 好像沒事 亞洲是真的沒事 亞洲是沒什麼事 所以錢就跑這個地方來 對 跑到亞洲來 跑到這個亞洲 因為亞洲相對比較安全 這種情況下也造成什麼情況 就是說亞洲的貨幣相對比較強 比較強的話 其實反過來講 它就有點高估 高估未來就會有可能會貶值 從幾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是GDP的角度 就是說其實亞洲 都非常需要一些資金 尤其是需要這些投資 比如說以中國大陸來看 其實它投資占GDP的比重 可是大部分的企業或國家 以短之長 我們知道企業都是一樣 台說六清 它還是借短去做長期投資 以短之長的話 它的利息比較低 你借短期一定比較便宜 我來支持這個長期的投資 如果說以這個比重 就是投資占GDP的比重來看 其實要特別注意 像這個中國的占比就非常高 印度 印度 印尼 泰國 南韓都非常高 這要特別留意一下 因為假設這些投資 慢慢減少的話 錢就不進去投資的話 對GDP有很大的殺傷力 而且流動性風險會變大 流動性風險會變大 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們剛剛前面提到 因為錢跑進去了 所以貨幣會有高估的情況 以這個高估的情況下來看的話 往上就是屬於高估的情況 未來這樣有區扁的壓力 第一個其實也是中國 第二個部分 包括新加坡 紐西蘭 南韓等等 這都屬於偏高的 這些會有算是之前有點高估 高估接下來就要貶值 對美國來講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的 美元指數狂升 這個大概有幾個角度來看 因為過去來講 我們拿過去這個時間比較長 我們最近有特別針對這個 來做解讀 對 其實每一次升值 大概都伴隨著金融危機 當然你說 這個危機以後的錢跑到美國去 這個躲避風險 這是一個角度 但是你要知道 其實現在還沒看到什麼風險 那美元為什麼在升 代表錢已經跑進去了 應該是說這些 Smart Money 應該是先看到風險再跑進去 看到風險的人 我們目前沒有看到 有些人看到了 所以他錢已經在移動了 跑到美國去 什麼風險 我們不知道 對 我也不知道 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 對 這些在移動的人是看得到的 就是說其實每個人 每個人知道的順序不一樣 世光你最厲害你第一個知道 我們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第五個 就你錢已經先跑掉 我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我旁邊還有沒有人 對 那就 所以我的意思說就是 有人先跑了 這些跑的錢會造成美元強生 所以應該是說後面有些人知道 有些風險 所以他已經先做移動 台股怎麼辦 台股的話基本上跟新台幣的走勢 基本上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因為今年從過完元旦之後 元旦假期之後 你看一下下面是台股的部分 它是一直往上漲 這就往上9000點 一路漲到大概接近9500 後面再漲到9600 9700 下面是新台幣 所以這個是升值 這個股市就會漲 但是其實從1月底之後 其實台幣已經不升了 但是股市好像在衝一段 事實上它又拉回來 所以其實假設新台幣 不再繼續升值的話 就是跟這個曾祖偉所講的一樣 注意外資是不是腳底抹 台股今天破月線 然後香港股市破季線 我要請教授做觀察 因為你是哲學系教授 事後可以安慰人 事前可以預測大家 剛剛這個劇名把 正在發聲講完了 現在也事後還是事前 我們怎麼看待這一波 又是一個金融動盪 都在歷史當中 不斷不斷的循環 你會怎麼解讀 這個我去留學的時候 是1983年 那個時候也是美金創下新高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很清楚 相對於我那個時候用比利時法郎 是1比54 大家都說不得了了 1比54是1塊錢 比利時法郎那個時候在歐元之前 1塊錢 1塊美金比54塊比利時法郎 一直漲到70塊 我一去的第一天 就聽著人家慫恿之下就賣掉了 所以我印象中 至今記得非常深刻 我覺得美國經過了這麼長期 又進行了這麼特別的一個經濟手段 就是量化寬鬆的政策之後 那麼這個美金上漲 說明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 目前世界真的是大亂 美國比較安定了 然後第二個的話 美國的經濟講求創新這方面 你看像美國的Apple一家 就蘋果一家公司 就已經超過 8千億美金 拜訪就跑來了 對 不得了 就是說它整個吸引創意 然後第三件事情 就是說所有的吸引國家 在發展的過程中 光靠這個資金槓桿 光靠這種勞力密集 是沒有辦法 真的跟美國競爭的 所以新的美元一次的高峰期來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要做一些 比較長遠的安排 比如說教育的投資 基礎建設的投資 移民嗎 移民絕對不會是一個好的策略 為什麼 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美國本身在操作 這個金錢上的上上下下的時候 沒有人可以料到 因為你如果純粹是來接收 他的一個好的局面 這個好的局面是暫時的 但是你一旦移民以後 你就是終身在那邊 這情況不一樣 所以說我那個年代很多人移民 到今天覺得快樂的是我們 我們在這邊油便宜 便當便宜 健保也便宜 這種生活是一種人生的選擇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這個美金上上下下的發展 那麼這一次感覺到 跟我年輕那個時候的情況 非常之間 就是說美國獨強的社會 你看俄國也不穩 歐洲也不穩 非洲也亂七八糟 這個中東地區也不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人為了追求安生立命 就是要確實要注意一些 比較長遠的想法 我在這個節目不方便 對於做資金槓桿的人 過度批判 但是我覺得資金市場過度發達 感覺上確實是讓人有一種 惶惶不可終日 因為五分鐘就感覺到 有非常大的變化 可是人生的話 至少都是幾十年了 所以說大家要看的就是長遠的 如果說是完全都是從資金 或者說是從股市 這些來講的話 那麼現在在面對 因為你要比金融 要比投資 我覺得華爾街的力量 紐約的力量 確實超過很多國家 可是教授我們知道 因為以前人跟人的關係 是互助 我今天幫教授蓋房子 明天你幫我蓋教室 一屋一屋的時代 後來貨幣發明 從可能石頭貨幣 金屬貨幣 到紙鈔 到現在虛擬貨幣 貨幣與人生 這才是哲學 到底人生怎麼看貨幣 貨幣怎麼看人生 我覺得必須要強調 這個貨幣所原來 它只是一個交換價值的單位 它本身確實是沒有什麼意義 像我們基本上都還沒賺到錢 所以想到貨幣 就興奮的晚上都睡不著覺 可是如果你錢多得不得了 你就做成一個游泳池 就是沒水只剩下鈔票 你是沒辦法游泳的 你沒有辦法 因為人生真的要活得 很紮實的時候 我覺得必須堅固 就是說對於現在的資本市場 槓桿原理不能不懂的同時 你要了解人生本身 不是為了這個而已 還有其他的東西 比如說你這個食衣住行 娛樂各方面你的教育 你的下一代 你的傳承各方面很多東西 外民哥這聽起來像大案電視台 在喘著叫大家 趕快放下圖刀 立成佛 大佛放下圖刀 立立成佛 趕快放棄了 外民哥怎麼看 這波新市場的貨幣大轉移 美元的轉錢 你會怎麼解讀 你知道你這個 剛剛教授在一番開示 讓我想到唐朝有一個 有一個很有名的學問家 當個三世宰相叫張對 張稅 就是工廠章 說理的說 我們念說服的稅 叫張稅 不叫張說 他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文章 他這本文章叫做錢本草 他把錢比作中藥 按照皇帝本草經裡面的論述 對 用介紹中藥的方式介紹草 他第一句話 就是錢這個東西 胃肝 性熱 什麼胃肝 性熱 就是吃起來 真的假的 真的 你想想看 每個人看到鈔票 看到貨幣是不是都很高興 胃肝 性熱 但是你如果說吃得太多的話 就會上火 我不要講說吃多了 拿這個100萬鈔票 在我們任何人前面走一趟的話 你馬上就心跳加速 然後血壓升高 所以這就是胃肝 性熱 但是錢要用到對的地方對不對 你才能展現出你的智慧 你現在這個國際金融市場 就像主持人或者說教授 剛剛都講過 現在就天下大亂了 大亂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做什麼 都想抓一個救生權 找一個逃生梯 安全人家又很少 所以我認為這波美元 很強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 是跟最近歐洲央行實施QE 本來錢釋放出來 要去救有困難的人 結果跑去美國 結果跑去借給沒困難的人 你知道這個就是錢用錯了方法 對不對 它就有這個負面的效果 那更不要講前年對不對 日本實施量化寬鬆的時候 安倍還有黑天東業就已經講過 說日本不排除去買美國的債券 因為他那個時候就已經預料到 大概未來兩三年之內 全球的金融貨幣市場裡面 安全的資產太少了 所以變成說歐洲QE 日本的QE現在變妙了 他不是留在歐洲 不留在日本 反而去追逐美元資產 把美元拱高之後 新市場的反應 你現在看看一件事情 凱恩斯說黃金是金融市場 最後一道黃線 本來黃金是最安全的資產 黃金今天又破底了 現在黃金又破底了 連黃金都不安全 所以大家講現在這個貨幣 因為使用不當對不對 本來是胃肝性熱的一鐵良藥 對不對 你用錯的地方的時候 也會致死人的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各國的貨幣政策 因為人為的不當操作對不對 就產生了很多副作業 好 君米最後一分鐘往下 台股結論 外資會連續賣嗎 尤其今天破月線 破0.1點也是破 說妙的 這台幣開始跌 外資賣兩天結束了嗎 因為該還的總是要還 這次比較擔心的是什麼 就是說這次日圓 今天日圓是重扁 但日股是跌 什麼意思 過去來講日圓只要重扁的話 其實日股應該是大漲才對 所以這次的資金環境 已經不太一樣 因為之前前年開始扁著的時候 只要一扁就漲 一扁就漲 像歐元一扁 德國也會漲 所以最近的環境比較奇怪 昨天德國好像就漲不動了 台股的部分 當然看外資的臉色 連續賣超兩天 而且今天是在美國 輔助反彈的情況之下 還在繼續跌 所以這種味道這個氛圍已經怪怪的 開低就怪怪的 因為理論是要反彈 對 另外一部分就是在期貨部分 這個單子也是大量的減少 所以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後面的一個風險 尤其是我們全組看下 包括台積電視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跌很重 一口就跌一百多塊 對 我覺得這個曾主委的話 真的是要好好聽 因為他看起來是 真的知道一些東西 就是Smart Money的發現者 所以可以聽他的話 因為基本上他從講完以後 好像沒什麼掌聲 真話要銘記於衷 對 真話也一定要聽話 好 太陽凱 四位 謝謝 他真是很久